好 我们现在进到第二十天 来 主题我们一起来读 在灵中的生活与聚会 再一次 在灵中的生活与聚会 阿们 这个当基督徒非常的简单 那简单在哪里呢 只要我们凭着灵而活 凭着灵生活行动就可以了 基督徒简不简单 非常的简单 那另一面呢也不简单 哪里不简单啊 因为我们是在亚当里堕落 我们都活在我们天然人的里面 所以你要活基督 一面说是很简单 那另一面呢非常的困难 是不是这样啊 我们散会以后 我们坐车我们回家 有没有在灵里啊 比较少数人啊 所以弟兄姊妹 活基督一面很简单 另一面也是不简单 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读经理啊 罗马书8章9到10写 好一起读 万神的灵若住在我们里面 你们救赎在肚体里 乃在你的里 然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死基督的 但基督若在你们里面 身体不难应对是死的 灵血因应是生命 好 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 因为我们不居是以外来或西律离来 是唯独的或自主的 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尽 成了一个身体 全都得以后一位灵 我们已经在灵里受尽 成了一个身体 那我们成了一个身体 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得以后一位灵 所以主约是说 我来以后是要教养得生命 并且要得得更多不胜 那如何得得更多不胜呢 就是这里所说的 我们都可以喝一位灵 好 那这里已经写了很多 新约书信中的和人 那我们只要读五个点就可以 罗马书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后书 还有后面的两点 不要互到道理知识 只要互到灵 聚会不是搞花样 而是运用灵 分享功夫的基督 好 我们先来读罗马书 一起读 路德马丁非常强调音信真义 但我们需要认为这些音信真义 更高更深更广更厚度的东西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三七神 今日乃是大灵 住在我们的灵 这里的灵 使我们人的灵 就是主主愿主的圣灵的 我们人的灵 现在你必须造个大有圣灵 内出自然的鸩合洗 这是基督徒熟事为人 这就是基督徒生活 从这里就出来了 招费生活 阿里瑰 你们 好 我们再读歌第二节目 保罗 所以 今今我们 都有了一个地位 还与这一位 基督徒 是你被摆在铃铃 铃铃铃是让你进到你里面 铃在铃铃 铃在铃铃 这就是相调 弟兄们 你是在圣灵里吗 圣灵是在铃铃铃铃吗 赞美主 你一定要来引用 什么是引用 就是呼喃主名 哦主耶稣 哦主耶稣 你想这是必须吗 你是少调宁吗 如果是少调宁 我倒愿意要 今天 主文在里面的铃 是顺服你的 不需要已经 统会儿群呚 只要运用郑铃 在每一种场合中 应用它 你若应用它 就得不 你若不应用它 就得不不 阿My 我们怎么运用你呢 我主耶稣 歌领多后出发来 灵后三章说 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 不是你的字句乃是您所的理议 因为那字句是叫他出来 这里的字句是指圣经说的 若是缺要理 也圣经都会叫人死 灵是世人生命 世人生命就是什么 就是那灵 我们读最后两处 不要顾到道理之事 只要顾到灵 那么新约的何人是什么 就是那灵与人的灵 在我们中间十年来 一直强调这里 我关你对我说什么 我马上应用我的灵 你永远 记不起我的情绪 因为我只运用我的灵 你们好接着 聚会不是搞花样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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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也不简单 非常的简单 只要活在灵中 然后在生活中在聚会中 我们要释放我们的名 所以感谢主 我们如果是过这样的一个生活 我们就是一个有福的人 阿们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有没有尝尝呼求主的名 阿们 阿们 那你呼求主的名 当然我们是因为呼求主的名 我们就得救 那得救以后还要继续呼求 一个孩子一生出来 一生打屁股他就呼了 他就呼吸了 那呼吸就完了吗 要呼吸到什么时候 要呼吸到一生结束的时候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呼求主名 从得救那一天开始 就要天天的呼求 呼求主名 使我们能够享受主的丰富 那主的呼吸是在他的名领 在他的话中 所以我们如果呼求主名 也导入主的话 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更新变化 阿们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被更新而长大 并且要成熟 阿们 所以这个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一节 还有罗马书十三节说 呼求主名的救命得救 阿们 那受到呼求主名救必得救 第一我们要得着神做我们的恩典 阿们 那另一面呢 我们要在许多的环境中 许多的人事物中得救 阿们 比如说我们喜欢批评别人 当你要批评别人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哦 主耶稣 你有没有批评过别人啊 有 如果你不批别人 那你可能就不是人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批评别人 那除了批评以外 我们也喜欢跟人家吵主 是不是这样啊 跟人家吵主的时候要怎么样 夫求主 你要跟邻居吵架的时候你要怎么样 哦 主耶稣 你就吵不起了 夫妻常常吵架对不对 夫妻有哪一个夫妻不吵架的 不吵架的举手 所有的夫妻就是最会吵架 那吵架的时候该怎么办 夫求主的原因 有一次李定雲说 夫妻吵架的时候要夫求主民 但是呢 不要夫求主民 要在外面 哦 如果你夫求主来的话 把他夫求出来的话 你会吵得更努力 是不是这样啊 好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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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叫夫求主 那夫求主的名 是我们的生活 那我们继位主要不要夫求啊 不要 我们夫求主名 主就要祝福我们 那我以前有做过见证 我得救以后 我就在招位中分享交通 我就分享到马太福音13章 芥菜主种在地里面 长出大树 枝条 很多的飞鸟 都居住在其中 我的解释 弟兄姊妹没有人反对 大家都说 哈利路亚 阿们 因为我解释什么呢 我说这个就是主的恢复 它扩展在全世界各地 那我们就是这些飞鸟 都住在其中 对不对啊 还有人说我归来 归还是不 大家都在那边 哈利路亚 阿们 只有一个弟兄拉我的裤子 我给他剥开 我还没有讲完 那我讲完了以后 他又送我一本 马太福音 结晶福晶的分装本 就送给我 我非常高兴 我就拿回去 一看 哇糟糕 我一直在看 哎 我刚刚我讲的 可以 这里解释的 完全不同 所以弟兄姊妹 你们可以回去看一下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弟兄姊妹在那里 阿妹 哈利路亚 是在那里扶持我 如果有人站起来说 王力后 你讲的完全是错误的 那可能以后我就不讲了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在招会生活中 我们要扶持那些刚进来的人 我们要扶持他 但是有错误 我们私下在跟他讲 如果你不跟他讲 他不会敢 那个弟兄给我一本书 他就是跟我讲 你讲错 是不是这样啊 那以前我在聚会的时候 有一个弟兄 常常就听出诗歌 这个诗歌 谈起了不太会谈 我们也不太会唱 我们是在那里练诗歌 练了十几分钟还不太会唱 我就觉得说 哎呀感谢了 这可能是一次吧 就让他过去 第二次又来了 又是一个诗歌 我们都不会这样 又在那里练诗 我们说可能是只有两诗 结果第三诗 他来了又是一样 我就觉得说 三会以后要给大家 三会以后我就找他 我说 弟兄感谢主 你每一次来 都提出诗歌 很好 但是你提的诗歌 只要大家能唱的 才不会浪费时间在那里唱诗歌 那个弟兄怎么回答我 你知道吗 他说 黄弟兄 这个诗歌我在家里不会唱啊 我把它拿来 自己在家一起练唱啊 是不是这样啊 有没有托到这个故事啊 有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扶持他 我跟他说 你以后啊 就不要提了 要提大家会唱的 你不会唱的 我们小牌啊 或是你来找我都可以 我们可以好好的念唱 但是弟兄说 阿们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扶持那些新来的人 我们要让他们觉得 招惡中是有爱的 弟兄姊妹 我们过招惡生活这么久了 我们有没有神圣的爱在我们里面啊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聚会 就要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的 基督才是我们的一切 所以如果你照着你生活 你就不会随便批评论断 你就不会去吵架 去论人家的长短 所以在招惡生活中 弟兄姊妹 我们要活在灵中 我们要在灵中来过生活 是不是这样啊 弟兄姊妹 做基督徒简不简单 非常的简单 但另一面我们要小心 我们不要落到我们的天然人 天然人的人 有聪明的 也有不聪明的 有善的 也有恶的 都是天然的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活在我们的灵中 我们要释放我们的灵 在生活中 在聚会中 我们都要把我们里面所经营的基督 把它奉献 让它伸延出来 让弟兄姊妹都得着基督 成为我们的丰富 我们真实祝福共产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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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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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亚